晚上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韦佳琪 带您来关心今天的疫情重点 今天本土再次新增了50561例 那么在台中跟高雄呢 各有7000例以上的确诊案例 不过带您看到的是 大家现在认为是拖过了高原期 比较担心的依旧是儿童忍疫的问题 有一名MSC的男童 在解割后不到一个礼拜 又出现了胃寒发烧手发黑的症状 紧急送医诊断是肝脏指数高 以及心脏腰动脉比较粗 他的妈妈透露孩子在住院期间 一天流三次鼻血 又吐又拉 有医师就认为 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免疫特殊 再加上病毒太强 才会导致多系统发炎 白男的手指关节手掌出现黑青色块 才刚确诊解隔的孩子 又出现胃寒发烧喘不过气 30多度大热天 却裹着后外套盖棉被 连睡着表情都很痛苦 妈妈不舍又无能为力 9岁的阿宝5月25号确诊 6月2号解隔 才过5天又出现疲倦 发冷手发黑 还高烧39.9度 送医诊断发现肝脏指数高 心脏右动脉较粗 被判为MSC是国内第5个案例 停用阿斯匹林就没再流鼻血 但阿宝还是持续腹泻 在家人要求下孩子出院在家观察 周二再回院复诊 只不过细看阿宝病程 有别于其他案例 康复后2到4周才出现 他解隔后短短5天就发病 阿宝出现的手肿发黑 猛流鼻血 这也是目前已有12例MSC个案 不太常见的病况 妈妈怎么也想不到 怎么会在这孩子身上 例外全都出现 医师解释 病毒攻击肝脏 引起肝细胞发炎肝功能异常 而病毒攻击心脏 最怕的就是心肌炎 严重可能会休克 就算生病也不想让妈妈 为自己操心 只不过懂事的孩子 往往更让人心疼 妈妈只希望你能平安长大 TVB的新闻 于是汉吴春桐 在台北报道 指挥中心规定 三个月内确诊的人 就不用再隔离 但有民众就担心 会不会是二次忍疫 有一名王小姐 她4月的时候是第一次忍疫 接隔转为阴性 但有时候还是会反复发烧 有时候觉得呼吸喘 一个月后呢 去验PCR转为阳性 但CT值高达30 医生就认为 因为她的症状没有间断 因此算是复发 而不是二度人疫 家里满满都是药物 有退烧喉咙痛止咳 各类的确诊备药 王小姐都有 她也没想到 4月结隔后 隔两个月PCR还是阳性 第二次新月我喉咙痛 然后又加上我心跳快 然后人很不舒服 然后所以我才去急诊 王小姐好无奈 4月19号确诊后 症状还算轻微 两天内退烧 也有些许喉咙痛 在结疫所住了 14天转阴 不料结割后 症状却没消退 两个月内 有时会发烧 有时又感觉 喉咙痛跟呼吸喘 但5月再验 结果是阴性 直到6月16号再度发烧 再加上喉咙剧烈疼痛 王小姐不放心挂急诊检验 16号又转阳CT值30 医院让她住院治疗外 要再验一次PCR 依旧阳性CT值变28 医生认为属于复发 不仅不用二次通报 更不用隔离 吃药后已退烧 症状逐渐缓解 但这两个月以来 发烧反反复复 更再度验阳 即便CT值高 但症状反而比第一次 来得剧烈 他症状是个持续的 但我说这个人可能免疫力 都不太好 他有些遗留的那些 症状在那个地方 然后到最后 他又复养了一个人 他对于病毒量的感受性 是不一样 有些人在很低的病毒量 他就整个人就受不了 CT值高低跟症状严重度 因人而异 不过医生认为 症状没间断过 确实复发的可能性较高 即便照防疫规定 三个月内免隔离 但王小姐还是怕传染 生活上尽量减少 跟同事朋友接触 更害怕后遗症缠身 对未来生活带来影响 铁本新闻 李延至周圈台北报道 繁土疫情 仍旧持续延烧 我国累计已经拦下了 48例的 Omicron 变异株 BFO跟BFI 但前他 白大的医师就担心了 这变异株 恐怕已经进到了社区 关键是什么 就给记者李作恒 好 说到Omicron 现在大家很担心的 还有就是他的变异株 BA.4以及BA.5 什么时候有可能会 真的进入到社区呢 因为其实座联 指挥中心也坦言 这件事情 恐怕也很难的防范 因为呢 他迟早还是会进来 尤其是现在边境 松绑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在英国的案例 前台大医师 林世璧 有就说搞不好 这个BA.4跟BA.5 早就进来了 只是呢 他的强度还没有大到 可以盖过原本的 Omicron病毒 因为他说英国 你看到这条红色的线 就是BA.4 那他一开始呢 还是0 然后缓缓的上升 结果呢 到了这个后期 11号左右的时候 这BA.4是突然的 超超了来到了20% 那主要就是BA.4和 BA.5呢 他的成长率激增 主要还有他们 容易免疫逃脱的现象 也就是说 你就算感染过Omicron 但是还是有可能 二次的感染 那他就以此来说 我国在5月26号以后 快山羊是直接确诊的 那其实抽样的比例 算是非常低 你也没有验过 他到底是不是 BA.4或BA.5 很可能 已经这些病毒都进来了 就算是这样的话 他说他也不会太意外 而焦点带您转到了 乌俄战争上面去 目前已经迈入了 第117天 那么现在 俄军调集了 大量的预备役 誓言要夺下乌冬两城 目前俄罗斯锁定的呢 是卢干斯克州的哪边 包含了像是 北顿内刺客 以及呢 就立西舱斯克 这两座城市 做不间断的轰炸 俄罗斯甚至呢 用重型的火炮 火箭弹来做攻击 还调动了 大量的预备役士兵 而且现在国防部 他们还宣称了 他们说呢 包括了像是油槽啦 还有炼油厂 他们都已经做 大量的攻击了 也切断了 乌克兰的油料供应 不过现在呢 乌克兰的特战部队 在推特中释出的影片 强调他们也有所攻击 包含了用炸药 炸毁了俄军的扶桥 还用圣甲虫的飞弹 击中了卢干斯克 俄军后备的弹药库 那么北约的秘书长 他就认为了 应该要协助乌克兰 提供给他们 更多先进的武器跟军备 但他也坦言 这一场乌俄战争 恐怕没有那么快结束 会维持数年以上 虽然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的军队 占有优势 但是他们还是损失惨重 尤其现在乌克兰军方也声称 他们抓到了俄军俄 乌克兰持续公布 使用美军支援的M777流炮弹 将俄军坦克与车辆 炸成火球的画面 俄军虽然在乌东 有缓慢进展 但军队人员也损失惨重 有些战斗营 甚至只剩下10到15个人 乌克兰军队 截获两名俄军士兵的电话通讯 互相抱怨战场惨况 其中一人表示 自己所属的营队 只剩下不到20人 让前线士兵十分绝望 而美国可能会再提供 乌克兰更多海马斯火箭系统 让乌军在东部战线 再度看到希望 CNN记者到基辅郊区 报导当地的扫雷情况 外媒报导 俄军的散兵 因为在战场上大量死伤 普京已经解任 原本的空降部队指挥官 改派曾经在乌克兰 屠杀百姓的布查屠夫接任 而俄军也再传出 第47装甲师少校 在乌克兰阵亡 还有苏凯25战斗机遭到击落 飞行员则被乌军俘虏 另外有到乌克兰参战的退役 美军遭俄军俘虏 专家表示要营救这些美籍志愿军 难度相当高 而乌克兰一名著名的社会运动人士 在战场上丧命 18号基辅市长也亲自出席他的葬礼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而现在乌克兰的民众 如果想要离开俄罗斯占领的城市 就必须得经过过滤营 有经历过的难民就透露 俄罗斯军队对他们言行逼供 甚至还拖一电击 怎么回事再交给作恨 好 您有想过吗 我们习惯的人生自由 但是却变成部分乌克兰难民 他们遥不可及的梦 我们来看到就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就乌克兰难民说 他打算要离开俄罗斯占领区 不过竟然要先经过一个 所谓叫做过滤营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说 有寂静不忍道的行为 等于是他们的一场恶梦 来看到比方说 像是会要求他们 必须要脱衣验身 主要就是希望说 看他们是不是和一些军事 有一些背景有一些连结 所以会检查他们特定部位的伤势 来判断是不是最近 有用过哪些武器 另外是还有所有的隐私 都要摊在阳光下 比方说检查手机 里头包含你的脸书 按了什么东西 点了什么赞 都要被检视 还有通讯软体传了什么内容 就连发表的言论 分享过的文章 都一一的要被拿出来讨论 像是就有乌克兰难民就说 他只是分享了 泽伦司机演讲的一个画面 结果就因此而被拷打 还有一些捐款收据 也都是他们检视的项目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过滤政策 说是要试图厘清 难民和乌克兰政府 是不是有联系的可能 不过里头的行为 真的蛮夸张的 因为像是电击 逼供 脱衣等等的都有 尤其在男性的部分 这个参战年龄是备受关注 所以像他们有些刺青 也会被怀疑说 是不是跟民族主义的团体有关系 甚至是就连女性也无可避免 这一名六旬的妇人 就说她肩膀有瘀伤 结果就被怀疑是 狙击手来脱衣检查 甚至是电刑逼供 即便她强力驳斥 说已经六十多岁了 不可能 但是俄罗斯的军方 还是不采信 而除了顿巴斯地区 持续激震之外 针对南海的 对南部的黑海沿岸城镇 也是不断地进行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伦司机 再度前往战区来视察 不止是造访了奥德萨 那么也第一次雷 到了尼古拉耶夫 喊话一定要取得胜利 鼓舞当地守军 一行人脸色凝重 下乡视察 乌克兰总统泽伦司机 亲自来到南部港都奥德萨 见证遭炸毁的大楼 进行维修 同一天也前往当地医院 慰问伤患和医护人员 只不过乌克兰人期待的和平 迟迟未来 泽伦司机连续造访多个城镇 首度抵达同样位在黑海沿岸的 另一座城市 尼古拉耶夫 而这里周五又遭到恶军空袭 为激励各地守军士气 泽伦司机不止颁发勋章 还为士兵贴上弊章 他也喊话 乌克兰绝对会取得胜利 全都是英勇的人 正在坚强作战 尽管乌军拿着俄罗斯武器 或是美军支援炮弹奋勇回击 但东部战线依旧危机四伏 轰炸声响又在盾内刺客响起 民众惊慌逃窜找掩护 另外哈尔科夫车站成了废墟 列车被炸到面目全非 乌克兰官方公布最新战报 哈尔科夫和北盾内刺客饱受轰炸 俄罗斯方面现在又释出 美国士兵被俘虏的最新画面 两人紧张说出自白 指自己受到西方宣传洗脑 俄罗斯持续不断各种手段 威吓就是要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投降认输 TVBS新闻做不到 镜头带您转到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在老家 德拉瓦州过周末 但他骑脚踏车出门的时候 却突然摔车跌倒 拜登说他是被脚踏板给卡住 人没事没事 但现场捕捉到的记者 马上就上去追问国家大事了 问他什么时候才要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通话 拜登说他现在正在度假中 不愿意就公事给出答案 美国总统拜登悠闲的骑着脚踏车 准备跨越斑马线 就在拜登准备停下来和支持者聊天时 突然重心不稳 失去平衡 直接摔倒在地 让一旁民众惊呼连连 还好高龄79岁的拜登 马上又站起来 还与一旁小女孩闲话家常 拜登在德拉瓦州的度假别墅 骑脚踏车时 发生这个意外插曲 他表示是因为脚踏车踏板 卡住脚才会被绊倒 只是就在他要离开时 现场记者马上追问 拜席会有谱了吗 拜登强调会尽快安排跟习近平通话 同时也考虑调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 不过在与习近平通话前 外界更关注拜登的年龄问题 恐怕会影响他能否在 2024年竞选连任 专家分析 俄乌战争让拜登还是有胜选几率 只不过他所属的民主党 却不完全支持 因为他今年都79岁了 已经是美国有史以来 就任年纪最大的总统 等到2024年 他年过80 更加挑战重重 TP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 如果美国不阻止俄罗斯 继续深入欧洲大陆 那么欧洲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 甚至引发蝴蝶效应 让中国大陆更有胆的来接胆台湾 真的是这样吗 跟台湾会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 再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欧洲开战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当然时间拉得越久 其他的声音杂音也就越多 现在就有一些声音认为说 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让这个 战争化下休止服 那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到底还要持续吗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却说 制裁俄罗斯反而经济大乱 这件事情他认为呢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就会产生蝴蝶效应 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就必须要阻止俄罗斯的行为 就算是让油价上升 全球食品和能源市场 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他也在所不息 还是要实施精进的制裁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说 如果放任俄罗斯的话 那会导致的是欧洲的混乱 那么间接呢 也会把这个混乱蔓延到亚洲 那接下来下一步啊 是不是大陆就有可能 有理由来对台动武呢 另外是北韩也可能会来发展核武 那么在美国的年度 大陆军力报告当中也有提到说 解放军是现代化的目的 就是和平统一无望下 能够攻占夺取台湾 近年两岸局势紧张 为了吓阻中共来犯 台湾将大量的国防资源 都投注在飞弹科技的研发上 而我国的立法院长 游锡昆无意间也证实 其实台湾具有职攻北京的飞弹 然而北京的军事实力 也仍旧是不容小觑 包括了美军跟我国国防部 不约而同都证实 这2027年可能就是中共 出现军事动作的时间点 而且它现在还在持续的 扩张军事当中 国军日前执行年度 飞弹射击训练 不仅海空部队全面备战 连海巡安平舰也成功执行 平战转换 但除了这些精锐飞弹 立法院长游锡昆证实 国军还有秘密武器 游锡昆日前在视讯演讲时 脱口说出这款直攻北京的长城飞弹 事实上早在96台海飞弹危机 国军高层就惊觉 台湾却把有效反制的源头打击武器 从此开始积极投入飞弹科技的研究 当年由习宽口中互相保证毁灭的飞弹 似乎就是这款云峰飞弹 如今事隔多年已具备一定的火候 过去台湾秘而不宣的战略级武器 现在已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这是熊升飞弹 其实就是熊二一增程型飞弹 射程可以达到1200公里 而云峰飞弹可能就是以熊三飞弹 为基础的超高空巡弋飞弹 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 那这些武器如果没有搭载核弹头 其实战略威责 效果有限 从熊二战争就能看到 即便俄罗斯发射高度精密的 匕首极英素飞弹 但也只能达到战术性的破坏 并没有造成战略性的改变 这名单一武器 终究不具备扭转战局的能力 以我们所能部署的云峰飞弹 它所携带的弹头跟数量 坦白讲 并不足以造成 对像上海 北京 这种大型城市 难以承受的损失 另一方面 共军的改革也不容轻忽 过去攻台最短缺的投送能力 未来包含运二十战略运输机 以及洞拐五行两栖攻击舰 大量服役 再加上洞洞三航舰即将下水 包含美军以及我国国防部 不约而同研判 2027年 共军不仅具备初步犯台能力 甚至还能同时对抗外军持援 他们的训练 慢慢慢慢地在达到一定的水准 但是他的三军联合作战的整合 还不算很成熟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段时间来 尤其这一次 俄乌的战争 也让他们在这一方面 学习很多 吸收很多 所以我认为他的速度 只会越来越快 不会越来越慢 美军从现在开始要进行一个 为期15年的一个换装 因此很多的美军将领会担心 在旧的装备大量产检 新兴的战力还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之前 美军在2025到2027年中当中 在西太平的作战能力 其实是会暂时性的下降 各界对于2027年的评估 主要来自可量化的硬体装备 以及共军建军百年 自我设定的军改目标 包含基本军事现代化与资讯化 然而这与实际具备犯台能力 仍有落差 现代化跟具备武力的犯台的能力 以及一般民众可能会误以为的 中共可能武力犯台 这三个东西 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另外美国跟欧盟提供给乌克兰的 非传统的不对称的军事支援的方式 也会让解放军再一次的去思考 什么样叫做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 中共军力虽然成长快速 但世界局势变化更快速 尤其越区复杂的现代化战争 不确定因素更多 真的开战录死谁手 还很难说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儿童疫苗开打 在高雄的社交馆推出了随到随打 但只有10%的小朋友钱来接种 很多的家长都坦言 因为担心副作用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都不愿意让小朋友来施打 不过除了小朋友之外 未来18岁以上的民众 打疫苗又多了一项选择了 有副作用比较轻的 Novavax疫苗可以选择 预计7月就会来到台湾 而7月底就可以施打了 台大医师就说 施打三剂对抗Omicron IgG的抗体浓度能增加9.3倍 周日一早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高雄小港科教馆 准备施打第二剂儿童疫苗 疫情这么严重就赶快带来打一打 比较有防护力 第一剂打的时候它还好 就是有稍微红肿痛 这次不晓得会怎么样 因为第二剂听说比较 家长也担心儿童二剂副作用 现场施打疫苗儿童大约只有一成 大多是来施打一到四剂长者 但未来18岁以上民众将会有Novavax疫苗可以选择 台大公卫学院医师许晨阳指出 Novavax三期临床试验报告 除了防重症性感染 效益打九成 切打两剂能有效对抗Omicron 施打三剂对抗Omicron IgG抗体浓度更能增加9.3倍 约翼中心预防接种组召集人 李明仪表示Novavax安全性好 预期不会发生心肌炎或血栓 保护效果预期可以打九成 以国内目前接种新冠疫苗规定 第一二剂间隔一个月 第三剂间隔五个月 Novavax第四剂间隔尚未定案 但仍然可以混打 由于次单位蛋白疫苗 副作用短暂温和 医师也建议若对其他厂牌 新冠疫苗有不良反应者可以改打Novavax 但医师也点出 对抗BA4BA5各厂牌疫苗 都会降低约20%到30保护力 仍要将三剂打好打满 TBS新闻 徐猛杰和一性曹章人 SNG小组台北高雄采访报道 6月15号台湾出现了首例青少年 MIS-C的个案 而台湾其实在儿童重症老人的比例 比上国外是高尚了许多 所以现在卫福部要来想想办法了 透过这个研究计划要跟领口传根医院 还有国卫院一起来负责 带领全台湾的医学中心来合作收案 透过初学检测等等的 全基因体定序的方法 要来找出脑炎剧病的激转 来抢救更多小朋友的性命 小朋友下歪好害怕打疫苗啊 妈妈护理师耐心秀秀但还是得打 这边是亚东医院的疫苗接种站 一早就不少家长带孩子来打 就是因为怕他可能会有重症的关系 决定还是哪打比较保险 至少可以没有到这么中重症这样子 随着疫情紧绷 儿童重症个案越来越多 5到11岁的儿童疫苗的两剂间隔 也从12周变为4周 而现在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5岁以下的儿童 他们现在还没有疫苗可以打 也没办法使用抗病毒药物 在面对Omicron的时候 就有显得有点手无寸铁 不只要密切注意儿童 指挥中心6月15号公布重症个案中 出现首例青少年MISC 儿童多系统严正症候群个案 是一位13岁男性 接种过两剂BNT疫苗 他是在5月3号确诊 当时有发烧两天 隔了快一个月 6月6号又烧到39.4度 4天后出现起红疹 胸闷头晕和结膜炎等症状 会发生MISC是因为 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 有不正常的免疫反应 通常是免疫系统是见好就收 把病毒清掉了 免疫就要收病了 可是他免疫系统 在MISC的时候他没有收病 他是越来越抓狂 所以会造成身体严重的发炎 然后到处侵犯器官 那目前定义是 至少要两个器官系统以上被侵犯 那这个MISC多严重 基本上就是看 他这个发炎系统 失控的多厉害 如果到失控的很厉害的话 国外有1到2%的死亡率 父母亲在 孩子在感染过COVID-19之后 比如说4到6个礼拜之内 小朋友又再小起来 然后有抱怨 肠胃道的症状很明显 然后甚至身上有皮疹 然后眼睛红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来就医 而台湾儿童染疫后 并发脑炎比例高出世界各国 对医界是一大挑战 目前前卫福部部长林纠炎 带领16家医学中心受案 用全基因体定序 找出容易引发脑炎的易感基因 这项研究 领口长根的郭真言医师 是共同主持人之一 我们目前临床上观察到 这些COVID脑炎的小孩子 他们的病程进展速度都很快 很多都是可能才刚开始发烧 也许不到24小时 然后病人就急速的产生 意识状态的改变 甚至是抽筋 然后一旦送到医院 可能很快脑部就很剧烈的 抹爆性的脑水重 在1998年那个时候的 肠病毒重症的脑炎通常 他们大概都会发生在 比如说发病的两天过后 那他的进展速度的话 其实也没有像这一波的 COVID-19的脑炎那么的快速 那所以至少还会让医生 有一些些时间可以来反应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观察说 这两者在临床表现上来讲 COVID-19脑炎 他的病情的进展速度 真的是比常民毒重症快很多 希望藉由研究 拆解确诊儿童脑炎比例高的原因 而台湾个案多 很有可能是因为 台湾一街动起来 希望和病毒抢时间 能够救回每一个孩子 TVBS新闻 萧英强王一杰台北新闻报道 指挥中心宣布将进行血清流行病血的调查 那么呢 抽样的又是从今年的1月到6月 全国捐血中心的存档样本 不过有专家学者就认为 台湾现在才启动实在是太慢了 以欧美国家来说 像是英国或美国 之前都有长期定期的来进行血清抗体的调查 这样才可以了解到底社区有多少黑数 甚至于民众的抗体脏到了什么程度 6月15号开始边境管制松绑 入境后的居家检疫放宽为3加4 在初期的边境总量管制呢 每周实现两万五千人次 而要入境的话呢 还是需要登机前48小时的PCR 阴性证明落地后要拓役裁减 在放宽边境这个部分呢 除了要注意医疗量能以外 有学者就提醒台湾的检验量能也得跟上 从机场筛减量可以知道有多少班机能进来 藉此掌握最多能放宽入境的人数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长泉提醒 台湾要准备好筛减能量 在两小时内检测出来 另外应该是国人优先开放 再来是教育经济文化交流的人 然后才是旅客 而像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或桥居地的国民 因为两年没回来户籍地被除籍 现在应该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让他们快速回复国籍 与病毒共存下 政府要有人权的观念 机场是应该多设几条线 然后让每个旅客在那边等待的时间 尽量缩短 因为这样也好 这样对感控也比较好 免得有感染者在那边互相传 那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我想这种东西要去规划 那应该也不会是很难的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机器 它敏感度很高 同时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就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那这个只是花钱多买几台机器 放在那个地方而已 而在国外 英国和美国长期定期进行血清抗体调查 百万人口规模的研究结果 发现自然感染的抗体阳性率 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2020年台湾的血清抗体研究 在之前踩了刹车 但感染科专家黄立民认为 政府早该做了 血清抗体调查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检视 你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你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了 因为比如说我们部长一直说 百分之十人被感染 就可以反转直下 那你所谓的百分之十 是真的百分之十吗 到底黑数是多少 你用血清做会比较清楚 所以所以通常比较好的做法都是选几个固定的点 一段时间做是一段时间做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 这些人感染过了以后 到底抗体降了多快 那这些都是你有这些数据呢 对于你的判断会有帮助 而且这样才不会每个都说有黑数 可是黑数到底多少也讲不清楚 等到今天这个高峰流行下来到地方流行 以台湾来讲我们的建议都是在三万 降到三万的这个确诊个案以下 可以开始考虑这个所谓的这个 用这个所谓的自我监测 以及这个流感自我监测的方式 以基层医师方式 配合我们所谓的这个主动监视的哨兵监测方式 找到定点方式来做监测 台湾现在面对Omicron病毒大军压境 接下来可能是BA.4和BA.5变异株的流行 边境放宽会不会再度造成大感染潮呢 我们这波的流行走到7月底的时候 台湾应该会有超过 报告病例数20%的人以上 应该是会确诊的这个有被感染的 那在有被感染的这个自然的 这个抗体的保护力 我相信对BA.4 BA.5 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护的效果 与病毒共存应该是一条势均力敌的路 台湾在与世界接轨和经济的考量下 也别忘了要用科学做好社区监控 TVB的新闻谢谢新疆广冰王一节看不到 而最近天气真的好热 不少的观众朋友相信您也已经开始在开冷气了 不过开冷气之前很多人就会担心 这夏季的电价到底会不会再调整啊 电价审议委员会预计在6月27号要再召开 但台电年初到现在已经累计亏损超过600亿了 调价的压力其实非常大 以台电今年前四个月的燃料成本来算一算 至少得涨18%才能打平成本 但现在朝野立委都呼吁现阶段 尤其是面对疫情的时候 不应该这么做应该全面动涨 19号这天双北高温上看36度大热天 待在家冷气不开谁受得了 夏季电费本月上路 预计下周还要讨论是否在涨 台电到四月份为止 已经亏了600多亿了 这个调价的压力真的很大 用台电截至四月各项燃料成本来算 平均美度成本要3.07元 但现在美度只卖2.62 等于卖越多亏越多 估算电价至少得涨18%才能勉强打平 这些电价公司啊 它早涨的这个 一年是调两次 4业跟10业 那么一次的涨也只有3%而已 油气量的要回跌 学者用公式分析要涨原因 而电价费率审议会预计下周召开 决定7月电价涨不涨 经济部也事先推演三套剧本 包含涨3%和执掌用电大户 以及全面动涨 绝大多数民代都站在动涨方 毕竟才刚历经通膨加升席 年底选举也将至 就怕民怨四起蓝绿都很忧感 我们强烈要求必须动涨 因为疫情这么严重 通货膨胀这么严重 另外无薪价也创新高 但国际原物料大涨 台电若不调涨 全年恐怕得亏上千亿 届时政府若举债增资 用的也是纳税 钱涨不涨都煎熬 七月电价将决定 电费是不是要调整 但是也让缺电危机 这次被讨论 尤其现在还不到最热的时候 用电恐怕还不是最吃紧的状况 专家进一步的分析 到了2023年 恐怕才是最残酷的一年 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就是从这用户端的模组 截取智慧电表的数据资料 那这个资料 接下来会传到资料的集中器 那资料集中器 把用户的资料打上云端了以后 用户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 在LINE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自己家庭的用电表现 用了多少度电 花了多少钱 电都用在哪 透过手机就能一手掌握 能源管理公司与社区合作 因为面对能源问题 没有人是局外人 电是一定会缺的 这个是必然的 陆陆续续电动车都上来了 这个电要从哪里来 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节电呢 是我一直在推动 家庭能源管理是未来的趋势 那对民众来说 一个基本款是让你可以看到你的用电细节 那有一个完整版的话 其实是导入 为自己的家庭导入太阳能板 或蓄电池这样的设备 那在停电的时候 当然也可以使用蓄电池里面的电 就不用担心没有电可以用了 能省则省 能结就结 大趋势下就是得要如此 除了这位电表之外呢 现在和乐公司或社区呢 也会在顶楼家庄这种太阳能板 尤其有现在台湾电力供应 以及稳定性呢都不足够 但是这两年状况 恐怕还只是小case 因为到了2023年 还有2025年的时候 核二核三陆续除役 恐怕呢 才是用电需求最紧绷的时候 这是不能避免的一个事实 因为明年核二的二号机要除役 三列份都要除役 那前几天 新潮电厂才烧掉 修理要一年半 1600都没有了 那1600代表什么意义呢 1600大概代表台湾 5%的电力会没有料 那5%的电力由谁来补 现在都还没有 我还想不出来由谁来补 钱账都没够了 明年要再打冰 随着台商回流 南台湾科技廊道崛起 加上气候变迁 全民对电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多 但电量的供给 却是在倒退路 而且持续扩大的缺口 还看不到尽头 明年是一个最残酷的一年 那还有一件事情 因为能源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 今天要明天就有 跟买东西不一样 很多的能源问题 都要规划20年 才有一个电厂 规划10年才有一个电厂 受苦不是政治人物 受苦是台湾的人民 三不五十停电 然后你经济部又跟我说要涨电价 你卖给我们的是餐水的电 降压降频的 而且供电品质又差 然后你现在又说要涨价 我觉得在民众观感上 是没有办法接受 电价成本这件事情是台电是一直想要涨 可是你知道吗 今年是选举年 所以民进党到底 最后敢不敢涨 我认为应该还是继续动涨 尽管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 电价审议委员会工作小组 仍在讨论尚未定案 但就怕不止电柜 还要心理准备 踏入时不时就一片黑的日常 也让台湾的前途光景逊了色 级别新闻 钟德荣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极端气候影响全球 在法国高温飙迫摄氏42度 西班牙更是引发野火 中国大陆的佛山出现了惊人的龙卷风 同一时间在南亚面临了季风风暴雷袭 狭带强降雨导致红患 印度跟孟加拉已经造成将近60人死亡 惊人的龙卷风就出现在广东佛山市 铁皮和各种碎屑被卷上天 甚至还爆出惊人火花 龙卷风持续大约一分钟左右 已经造成十多辆车受损 路数倒塌还有厂房受损 不少村庄还因此停电 幸好无人伤亡 但南亚的民众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窃机车塞到爆狂按喇叭 直接开过烟尘汪洋的路段 孟加拉东北部惨遭强烈季风风暴袭击 泥水冲进民宅 民众合力救援 第二大城吉大港降下暴雨 有居民痛失亲人 激动难掩情绪失控 甚至有的房屋内全是泥水 民众只能往高处爬 正在木板床上 光是希尔赫特市 这几天就有超过四百万人 因淹水受困 周六几乎整个区域遭到断电 但不光孟加拉 印度东北也同样灾情惨重 南亚第一大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暴涨 几乎淹没阿萨姆省三千座村庄和农田 连续好大雨受灾民众高达一百八十万人 反观欧洲这一边景象大变热到民众受不了 巴黎人纷纷跑到户外在水池炮脚消暑 因为法国西南部创下破纪路高温超过摄氏42度 西班牙也同样热浪来袭 导致山区野火肆虐一发不可收拾 恒跨大西洋 美国温度同样飙升 连超级耐热的牛脂都无法倖免 导致堪萨斯州畜牧业损失惨中 TVBS新闻做不到 英国的救灾组织就警告 过去五年平均有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 如果气候变迁没有减缓 未来二十年两亿人无家可归 杨托有着水汪汪大眼 温馴又可爱 蒙翻大小朋友 但进入夏天后 原本厚厚的一层毛 已经被修剪得光秃秃 还有凉亭设置电风扇 避免他们种输 温带这些动物灰狼啊这些 那我们就是有办法提供 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比如说有冷气 有空调的地方 或是你至少要给它 足够遮阴 足够通风 或是你有水池给它 现在就是因为 夏天越来越热 所以他们应该说 让他们会去使用那些地方的比例越来越高 就怕这些温带动物教客们 难以适应台湾越来越热的天气 各种降温工具 以应俱全 消失三顶后 它是温带的动物 而面对像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状况 其实动物园也会用这种水雾 以及搭建这个黑网 来降低整个环境的气温 而面对极端气候 动物也要有调适的能力 而我们人类呢 调适的能力相对动物来说比较低 面对这种极端高温 或是极端暴雨的状况 我们该怎么应对 长降雨一下路面积水 都市道路汽机车在水中行进困难 行人更是得涉水而过 气候变迁引发极端气候 不是没有台风 要不然一来就是墙台等级 美国气象预报就曾指出 2022年将出现多达21个被命名的暴风 其中有10个可能演变为飓风 这就是反常高温造成海洋温度升高 台风深沉威胁也变大 整个地球的温度都在上升嘛 所以海水的温度 当然也一样在上升咯 其实每一个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 不是很一样 台风最近几年 没有特别强的来我们台湾 但是也不表示它不会来 万一一下来了非常的严重 这个我们也很难承担 根据境内流离师所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过去五年来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人 因暴风流离师所 如果未来20年仍然没有减缓 气候变迁将有4000万人被毁 2亿人将无家可归 目前看到的是这样子 大部分是在开发中国家 那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 在已开发国家受到气候变迁的冲击 比如说去年在欧洲大水 突然来个大水 德国就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讽刺的是 这些第一线的气候难民 多半是对环境迫害最少的一群人 却承受最大的伤害 而四面环海的台湾 在面临气候变迁灾难的应对 也得早早做准备 像2018年0823的豪雨 在我们嘉义或者像八八风灾的时候 那无论是在屏东的家东临边 这些地区 这些因为极端气候 气候变迁造成的降雨相关的影响 对于我们的城乡来讲 它所造成的危害是不一样的 几率也不同 那目前我们可能在国内 并没有比较完整的 对于这些所谓的后果去进行分析 那也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细致的风险管理 台湾城上差距大 当灾难型的挑战来临 怎么防堵和减灾 政府执行力道得加快脚步 抢救环境刻不容缓 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TVB的新闻 华正森刘君台北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